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起法律武器发布视频这样的行为 不仅仅是对新一段感情的不尊重 也是对公许两所的一个违背 请您谨慎做答 那我还是进去选择自己张蕊师 首先张蕊律师她是一个女性 她更能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 所以我觉得她能够更深刻地 站在我的角度去判断一件事情 她说的那一句话最能打动我 她说先有了女儿 差有了妻子 因为这种案件里都有情感因素 张蕊他在这里边的道德立场 他表达得很清楚 并且他对法律诉讼态度 也表达得很坚决 因为这个案件的难度 其实如果做道德判断的话 毫无疑问多数人会倾向于 这个杨柳的母亲 但问题你做法律判断的时候 就我个人看 它是有一些难度的 尤其是今天这个事件不完整 她丈夫和她母亲是等距的 两个权力完全对等的人 一个要做 一个反对 那么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法律上 就是你很难比较这个 挺个优先这样的问题 那实际上这个案件正处理的时候 它其实不可避免的 要碰到这个工学上所 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律师 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都是要从这个情感和道德角度出发的 因为以前我都找过很多次的沟通 根本就沟通不了 所以我也不希望跟他再作业来沟通 因为这个案件本身 它就有特别浓的这种情感色彩 而且给人造成的就是一种直接的 这种精神上的这个伦理冲击 其实即便是一个旁观者 当你听到这个杨女士的这个叙述的时候 其实都特别能够体验她的这个内心的一种煎熬 做久就是下架我姑娘的视频 下葬我姑娘 就是还我姑娘一个清静 让我姑娘入土为安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谢谢大家